老花一开箱 今天呢给大家开到的是一个千年梦啊 也就七彩梦 很多话呢 非常喜欢 在客厅里面养一个绿子啊 这个小东西也非常不错 小一点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一个办公室的小盆栽 大一点的时候呢 也可以作为室内的大绿子 话不多说 先开箱 39块9 从广东寄过来的一个苗情 29块9啊 二十九块9 从广东寄过来的一个苗情 又送了一包这种臭臭的肥料 还记得吗 苗情还可以很健康 现在这个季节网购花卉 除了疫情之外呢 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 哇 根系是特别的霸气的这种 但是呢 现在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土了 全部松散了 只能说是 重新栽种了 这种呢 都是根 这种植物呢 都是不怎么耐寒的 朋友们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稍微得术一点 稍微拿捏一下哈 哇 这个好难整啊 根系已经长得太满了 你看他这个 看到这个吗 土一直得到这个位置哈 其实他根系是往下长的 你埋的再生 你埋到他这 他这边也不会生根 他根系是往下长 因为水啊 它受重力的影响 会流到下面 所以说跟华尔美一直说 你别埋的忒深了 重的时候也是那个道理 你埋的忒深 根全部都闷死在里面呢 根系要有 空气它才会生长 不延的话 它长不了 好难整啊 这个好难剪啊 根系太霸道了 若是 还不敢剪 他把根剪断了 哟 说是怕把根剪断了 结果还伤了根 不管了 剪了头 要不然他拿不出来 为了方便我们脱盆 我把根系给剪了一点 他很健壮 根系很健壮 这个没事 偶尔剪一点有问题不大 早那么来都不完事了吗 好了 基本上算是一个裸根种子了 大家这种裸根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优着点 不要 在室外强光暴晒 大家就放到树荫底下凉快通风的地方浇足水了 让它去缓着就行了 来吧 接下来入土 入土为安 大家在换盆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画博士的这一款就非常的不错哈 也没给我管过去 就是人家花骨好我这才才给人家推的 质量也很棒 透气性也很好 接下来往底下垫入一些底土 用那个土呢还是老花衣参好配好的这种 直接 用就可以了 它的根系会很霸气 所以说大家种的时候也不用过于担心 这种存活力会很高 加土 稍微提提提提的一个目的呢是让所有的土 充分的与根系接触 然后压实一下稍微 有的话说它的一个泥弹主的固定性差固定性并不差 虽说是不让埋得很深但是 为了增加它的一个固定性 也是稍微埋了一下稍微压实一下就行了不要压的太实了 有的话说老是问 我得压多实你还用压多实啊不用压很实就差不多就行了 变一层铺面 随便找点石子什么的变一个铺面就可以了 因为 泥弹主在浇水的时候啊就是 很容易啊就是飘起来这了那了的 再一个呢它的固定性也比较差嘛 咱们就用一些这种比较透气的石子就行了有的话说用什么铺面比较好你喜欢什么就用了 这个不影响 这样的话固定性不就很好了吗你看它不会倒了 主要是为了增强这个事啊 所以说大家也悠着来就行了 一定有这个铺面要排水透气的 好吧 然后呢把下面的这些老叶子这样稍微用力往下一撇啊 稍微用一点力气它就能撇下来 把老叶子给它撇掉一下 最后呢浇一遍透水 咱们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往水里面加几滴生根液作为一个要引子 尤其是这种裸根换盆啊比方说 大家 重新栽动到一个盆里边担心不浮盆的时候呢都可以用一下 咱们浇水之前往土里面稍微撒一点砂菌药预防烂根因为 过几天天气肯定要闷热尤其是南方的华人啊 呃砂菌药是要备一下的我用到的是一个鲜趴的塞浮腺安也叫小粉药 下来就浇水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体现的看得出来这个 哎铺面的一个作用了你浇水你扬的再高你不用担心他把土冲的窝里边哪哪都是 不用担心这些个 这些个土会浮起来啊这了那了的 而且呢他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去杜绝一下小黑黑 因为小黑黑不喜欢这种坚硬干燥的环境 还有这个铺面你可以看到铺面干的时候你就可以差不多揣砸出来 这个盆土干不干了这了那了的 还有一个在浇水的时候教给大家一个被最笨的方法 我找个这种竹竿或者是木棒什么的都可以哈 筷子也行一次性的那个都可以 拿这个东西什么用呢 可以像我这样子插到贴着这个根叉这边插不插到这个土里面去 哎插到土里面然后呢 隔点时间就拔出来查看一下 这个土壤是不是干透了对吧很不错的可以用一次性的筷子就这样就大概其就这种感觉了我就不用了因为我这个经验是够的 我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不干下来我就给他浇一边透水拉倒了 浇水的时候呢一定要让盆底下露出来水啊 一定要给他浇透一下 好 这现在已经滴水了不过还差一点 我再浇一边水我就放到我这边通道里面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 浇完了一边透水之后呢就放到一个通风好一点地方 有阴凉的闪射光一定通风要好浇水等到下一次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干了再浇不干不浇啊 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 嗯 这个就这样了然后花友们在评论区打分吧满分100分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想看什么样的开箱 以及什么样的养货都可以跟老花一说 我是老花一养花最转一咱们下期再见不见不见了拜拜 嗨 嘿嘿 嘿嘿